這個很好用 很強的防水 燙油 整品要做到PA4的家很難 零失敗的眼線液 這也是很漂亮喔 歡迎回來凱文曉得美 我是Kevin Kevin又來東京了 所有的人來到日本呢 一定都會逛藥妝店 說到藥妝店 你一定就會逛的就是 他 松本青 今天我要看看有沒有新貨啦 還有我要補貨 你們也知道永遠都買不夠 我要進去囉 最近我發現在藥妝店裡面 這個包裝好文青喔 零失敗的眼線液 買回去開箱給大家看 這個這個這個 Sculpte 它是一個男生專用的洗髮機 強調的就是 預防落髮或者是 就是 是玉毛的 之前有洗過他們家的洗髮精啊 真的比較不容易掉頭髮 因為它可以徹底的把頭皮洗乾淨 我愛小紅管 這個 Asahi的膠原蛋白 金色的奢華版 5500mg 就是目前在市面上 單位含量最高的這個膠原蛋白 我個人的親身的感受是 補充膠原蛋白之後 你皮膚的保濕和滋潤度 全身都會提升 這個是 資深堂他們家出的一個 專門針對花粉啦 空氣敏感的噴霧 它是噴在你的臉上 形成一個保護膜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我最愛的MINO 全新的MINO的美白乳液面膜 我都叫它叫做 Baby牛奶面膜 你看 桃紅色的邊邊就是透明 凝膠的保濕面膜 藍色的邊邊就是美白乳液的 Baby面膜 回去開箱給大家看 這個好好用喔 我最愛的 保濕化妝水噴霧 我跟你講啊 我這次來啊 就是要找這個 TRANSINO的要用美白洗鹽 運用了傳明酸的成分 洗面子我可以多買幾張嘛對不對 每天都要用 然後 你看 他們家出了這個 新的耶 TRANSINO的CC霜 一樣有傳明酸的成分的配合 然後呢 有大量的保濕 這種高防曬系數的產品 它的遮瑕力如果太強的話 你可能會擦的分量不夠 導致你的防曬作用不夠 欸它好透明喔 如果你真的要防曬的話 你可以擦厚一點都不會有那種厚重感 欸 它還出粉餅耶 欸粉餅要做到PA4個家很難 哇這粉是透明耶 難怪它只有出一個顏色 哇 差太多了吧 對 它們這兩支 它有很強的防水 抗油 就是不讓你走山 Come on Come on 怎麼不知不覺又一籃了 說好的開箱回來了 這個呢就是 BINO全新上市的美白乳液面膜 它可以創造那種QQ嫩嫩的北迪肌 同樣都是針對敏感乾燥的皮膚所設計的 它裡面的精華是像乳液一樣 乳液狀的面膜除了它在成分上面的要求 以及它的配方還有敏感度上面的這個測試 都會比較高規格 所以通常在市面上它的代價都很高 乳液要讓它完全沾附在棉纖上面 其實很困難 它用的是非常非常細柔 棉花最蕊心裡面 就像Cashmere的羊毛 摘取的是羊脖子碎裡面最保暖的那個羊毛 它就能夠承載更多的這種乳液狀的精華液 同時間裡面也添加了有美白作用的維他命C 然後再加上他們家非常非常棒的氨基酸的保濕 之所以讓你可以柔軟你的皮膚 提亮你的膚色 同時間還有保濕 你看超服貼耶 如果在一兩個禮拜以內密集的敷這一片 那皮膚的質感真的可以變很好 你皮膚都會覺得QQ軟軟的 你想這樣捏自己一下 哇 皮膚皮好軟喔 好 接下來呢 這個 Love Liner 我覺得光看它的包膠就覺得好 好療癒喔 這兩隻呢就是屬於咖啡色調 現在在日本非常流行咖啡色的眼線 要創造那種自然的輪廓 或像混血而般的這種眼神 這個是蛋金色 裡面裝的是咖啡色 出水的方式很漂亮 輕輕滑一下就可以了 這是比較深一點點的咖啡色 嗯 顯色度很不錯 然後再來呢 銀色的這個管裡面 應該是 亞麻棕 灰綠棕 顏色很特別 然後再來是這個 黑色 然後 紅色的這個 喔 喔這顏色好漂亮喔 你看 紅色的眼線液耶 這顏色好漂亮 我喜歡這顏色 再來 我用鼻子的油 試試看 欸 它抗孕染還不錯喔 用 baby濕紙巾 結論是它的抗孕染強過防水 但是因為它的產品強調的是 它很好卸 然後呢 避免色素沉澱 不過我覺得它的顯色度很好 卸妝也很好卸 除了黑的那個顏色 需要卸久一點點之外 其他的都不錯 顏色漂亮 顏色漂亮 好然後呢 我也發現了這個 發光肌的勢底乳 我先把它擠出來看一下 薰衣草籽的 跟 跟 敷經 آ... ú 來來來 薰衣槽紙裡 它是真的珠光式滴乳 來創造皮膚的反光度 另外一個 敷經的這個 它其實是油耶 它要創造你的臉上面 好像都有 潤潤的像剛剛敷完臉的光一樣 薰衣槽的這個 很自然的亮度 你看 那另外一邊呢 這個 敷金色的油 水水的 然後有一點點淡淡的香氣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油 你只要把它抹開來 有一點點像玻尿酸的保濕精華 再濃稠一點點 我覺得它裡面應該有角砂系的成分 如果眼睛下方容易乾的人 你在補妝的時候輕拍也OK 現在很流行的就是說 讓人家覺得你沒有上粉底 可是你的皮膚卻能夠透出那種 很自然漂亮的膚質 再來 小紅管的牙膏 是我自己現在的最愛 當然它裡面有十種的這個 藥用成分 能夠幫助我們的牙齒牙齦 避免細菌感染 然後發炎 刷起來感覺又有一點點鹹鹹的 就在我上飛機的時候 我收到了這個 廠商是愛人 他們知道我去直播 立馬 立馬就快遞到飯店來給我這支 這支呢在2018年3月才會上市的 就是小紅管的新夥伴 小桃紅 它強調的是美白 從時間呢 它再升級裡面的盤佛量都在提升 好啦那今天呢 凱文翔的妹我們就到這裡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更多的流行資訊 想要看到我帶更多更多的話 別忘了要關注我所有的社群網站 好不好 我們凱文翔小美三次見 看完這支影片如果呢你有學到一點點東西的話 別忘了點讚喔 而且你可以留言我會知道你們更多的困擾 趕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吧